来来来 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的这辆车在上这个走坡的时候 因为我的操作失误造成了我的车辆后流 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尤其是在出什么地下停车场 或者是上走坡需要转弯 或者是上坡时遇到有车 我们需要踩刹车时 总是会把我们的车停在咱们这种半坡上 很多朋友停在这种半坡上不要紧 问题是你没有操作队 踩油门的时候动力不足 车没有往前而是往后 如果此时咱们的后面跟着一辆车 那么我们的车是不是就发生了追问 那么我们新手开车时 如何防止我们的车辆在半坡起步中后流呢 今天我教给大家三个方法 第一种我们开车在遇到这种半坡起步的时候 控制不好的首先是不是咱们的刹车 其实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刹车的方式解决了 那么再来开就比较好开了 很多朋友都是踩着这个刹车 然后快速的踩这个油门 如果是咱们的转速不够 或者没有咱们的辅助系统 是不是车就会后流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开呢 首先如果动力不足后流 我们要解决的第一种技巧 首先我们是拉起手刹 对不对 把我们的档位 我建议有S档的尽量用我们的减档 把我们的档位 中控仪表盘上显示咱们的是一档以后 咱来上这种斗篷 提前减档 是不是 提升转速 把档位减下来以后 咱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拉了手刹 这个时候我们把脚松开 就不会发生后流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用把脚踩在油门上 来 因为坡度不一样 所以转速不一样 比如像车哥这里 只要感觉车子有往前冲的这种骑士 大概就是1500转以上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慢慢的松开我的手刹 此时我的车就起来了 而且是没有产生过后流的情况 那么第二种是有坡道辅助系统的朋友 那么这种朋友 咱们直接挂档 是不是拉起手刹 对不对 那么我们直接松开手刹以后 直接踩油门就可以 其实很多朋友是掌握不好 同时控制刹车和油门 就会造成后流 就是给油不急速 或者动力不足造成的后流 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的 坡道辅助系统 你松开刹车以后 不及时的这一个踩油门 这个坡道辅助系统 它就会自动过完毕 所以大家要去结合自己的试用一下 第三种 我倒是不建议大家使用 因为这一种 如果大家不会拉手刹的朋友 就需要我们的左脚踩一下刹车 对不对 左脚踩一下刹车 右脚踩咱们的油门 当我们的转速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的转速咱们可以看一下 达到一千五以上 那么我们快速的 左脚松开咱们的这一个 刹车大板 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也不会后溜 我们的车直接就起步走了 说到底咱们的半破起步 其实就是解决新手 咱们油门和刹车的一个 切换灵活的一个使用技巧 要想不后溜 最好的办法 我建议大家就是拉手刹 只要剪接了后溜的情况 那么我们再加油松手刹 那么就能完美轻松的解决 我车哥 如果对你有用 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到这里 拜拜